给你三万 今晚你归我 说话的正是王老板 他叼着烟 漫不经心地从包里掏出一打现金 啪得一声拍在了陈倩面前 现金用皮筋绑着 一根皮筋一万 这是整整三万的现金 陈倩看着面前的钱犯了难 他还是个大学生 因为家庭困难 才来KTV 兼职做点歌公主 只想挣点辛苦钱 从未想过出卖自己的身体 没想到刚来工作半个月 就被这个王老板盯上了 钱谁不爱呢 更何况是陈倩这么缺钱的人 母亲身体不好 父亲跑了 他只能半工半读 勉强维持学费和母亲的医药费 犹豫再三 他还是过不去心理那道砍 婉拒道 王哥 谢谢你今天为我订房 但我今天还有事 恐怕不能陪你了 王老板还没说什么 旁边一个马仔倒是开口了 他娘的 你以为你是镶金边的 我们王总看上你是你的福气 你别特么给脸不要脸 马仔为了唬住陈倩 顺手抄起旁边的酒瓶 就摔在了墙上 把上班的几个姐妹吓到尖叫 其中一个胆大的姐妹 眼看要闹出事儿了 赶紧溜出去叫妈咪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我是本期主播文辉 接下来继续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 管小姐的女经理统称为妈咪 只要遇到客人闹事儿 去找妈咪调和准没错 不一会儿 妈咪满脸堆笑的进了门 手里还拎着一瓶红酒 哎哟 是谁惹我们王老板生气了 气大伤身 王老板没吭声 旁边的马仔说道 就这个女的 我们王总看上她了 她还跟我们在这儿摆谱 说今天有事儿 我告诉你 今天就算天塌了 你也必须跟我们王总出去 马仔指着陈倩的鼻子就骂 唾沫子都要喷到她脸上了 妈咪为了让王总下台 训斥道 雪儿啊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每次王总过来不是找你订房 人家这么捧你的场 你也太不识台聚了 王老板可是我们的大客户 你要是得罪了 我们这儿也留不下你了 雪儿是陈倩的名字 在这儿上班没有人会用真名 都是随便想个一名 好在来这儿的客人也都不会深究 过来玩儿 就图一个乐 谁也不会傻乎乎地刨根究底 劝记从良 陈倩低着头 白皙的脸上全是泪住 倔强地咬着唇 手里握着的手机一直在震动 不用看也知道 是男友发来的信息 今天是陈倩的生日 他们约好要一起庆祝的 可现在 王老板看了一眼为难的陈倩 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行啊 你们现在生意做得越来越红货 已经看不上我们这些老客户了 既然如此 以后我们也不用来了 反正也不受待见 告辞 王老板话必 就拎着包准备起身 妈咪见状赶紧挽住她的胳膊 胸前的重量全部压向王老板 谄媚地说道 哎呀 王老板这是哪里话 要不是你们这些老客户 我们哪儿有今天 只不过雪儿是个大学生 过来兼职的 人家单纯得很 到现在还是个厨儿 根本不懂风情 要不我给您安排个懂事儿的 绝对让您满意 陈倩听到妈咪把自己的私事儿 搬到台面上说 顿时脸就骚红了 头低得更低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王老板一脸玩味地看着陈倩 就是除儿我才肯给三万 今天化料这儿了 他不跟我走 以后我也不会来了 还有一些老熟人 我也会带他们去新的地方玩儿 你们就等着关门大吉吧 妈咪一听这话就急了 本来因为口罩事件生意就不好 就这几个常客 要是都走了 这店子可真就关门大吉了 妈咪一把拽过陈倩 你说怎么办 现在王老板就是看上你了 这台你是非出不可了 可是我有男朋友 他还在等我跟他一起庆祝生日 傻妹妹 你真是太单纯了 什么男朋友 不过是你养的小白脸罢了 他要是真有出息 会让你来这种地方工作 如果他知道你在这儿上班 他还会要你吗 陈倩听完也陷入了沉思 男友平时看到穿着性感的女人都会背后嘲讽 他肯定是个很传统的男人 要是这事让男友知道 不仅两人感情会破碎 说不定他还会到处说 自己当点歌公主的事情 眼看陈倩有了点犹豫 妈咪趁热打铁 雪儿 不是我吓唬你 今天你要是把王老板惹生气了 我这儿肯定留不下你 看到他旁边的男人没有 那可是坐过牢的 什么事儿干不出来 我们可惹不起啊 你不是缺钱吗 想想你妈妈的病 想想你的学费 赔一晚上 这些就都有了 好多小姐妹求都求不来的福气 现在这个世道 钱最重要 你懂不懂啊你 那个马仔死死盯着陈倩 仿佛他不答应 拳头就会直接挥过来 陈倩一个弱女子 在这种地方上班 遇到地痞流氓就只能认栽 最终咬了咬牙 点头答应了 陈倩坐上了王老板的豪车 马仔开车 他和王老板坐在后排 陈倩不停地扣着自己的指甲 他很紧张 和男友平时最多就是拥抱和牵手 可一会儿 他就要和一个陌生的男人坦诚相待 做更多亲密的动作 陈倩还在想着一会儿怎么招架 车已经到了一家高档酒店 王老板先下了车 正在陈倩准备下车的时候 马仔扭头对陈倩吹了个口哨 陈倩不禁皱了皱眉 看来这个王老板经常做这档子事 连身边的马仔都这么的轻浮 愣着干嘛 还要我请你吗 王老板的声音传来 不敢惹王老板生气 陈倩赶紧下了车 这所酒店富丽堂皇 陈倩从未住过这样的酒店 只在电视剧里看过这种场景 可如此美好的记忆 却要和王老板捆绑在一起 多么珍贵的第一次啊 今天就要葬送在这个酒店里 王老板刷卡进入房间 陈倩则是慢慢地磨蹭着 被王老板大力地一拽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王老板 我想先洗个澡 陈倩紧张到浑身颤抖 短短两句话都破了音 王老板非常满意陈倩的反应 越是清纯的女人 越能勾起男人的征服欲 喜什么喜 我就喜欢袁卫儿的 王老板笑着 带着陈倩转了个圈儿 用手抚摸着陈倩 不失粉带的面庞 想起第一次见她的场景 她从一众浓妆艳抹的女人当中 一眼就看上了 这个清纯的女孩 当即就下定决心要得到她 后来连续订房半个月 今天终于如愿以偿 宝贝儿 你真美 王老板在陈倩耳边轻语 开始亲吻她的脸颊 别看王老板们 已经四十多岁的年纪 却饱到未老 把陈倩折腾得精疲力竭 虽然每次都很温柔 却有着不容智慧的霸道 特别是看到那抹落红 更是像疯了一样 陈倩只觉得疼 感觉整个人被劈开了 一直持续到凌晨三点多 房间才恢复安静 第二天 陈倩被闹铃吵醒 该上学了 撑着疲惫的身体坐了起来 身体传来一阵酸痛 掀开被子 就看到了雪白的床单上 有梅花一样的落红 还有一些别的印记 弄得整个床单都是 陈倩脸都搔红了 这个男人根本没有表面上那么斯文 简直是衣冠禽兽 王老板察觉到动静 看着一脸娇羞的女人 说道 要去哪儿 我送你 陈倩本想拒绝 要是被她知道自己在哪儿上学 以后会不会还来找她 要是自己敢反抗 王老板是不是会被这事捅出去 仿佛是看懂了陈倩的顾虑 王老板笑道 我不是年轻小伙子了 做事只讲合作 你的身体我很喜欢 而你需要钱 我们为何不合作呢 我可以一个月给你三万 这样你也不用去那种地方上班了 挣的钱也比以前多 这样不好吗 陈倩陷入了沉思 她是点阁公主 有时候客人大方 会给三百块钱的小费 如果客人不给 她也无话可说 毕竟她不是陪酒的 现在既然已经和王老板睡过一次 又何必在乎多几次呢 况且很多小姐在那儿上班好几年 都不一定能遇到这么大方的客人 她算是运气比较好的 虽然王老板床上一点都不绅士 但出手也是真的大方 还不如就跟她在一起 不仅不用去那种地方上班 妈妈的医药费 自己的学费就全有着落了 好 我答应你 真乖 王老板在陈倩脸上巴唧了一口 又给陈倩转了五千块钱的红包 两人收拾好 就到了酒店门口 还是马仔开车 陈倩和王老板坐在后排 在转角处 陈倩让马仔停车 自己走去学校 毕竟这里是学校 如果是一辆豪车接送 肯定会被传闲话 课堂上 老师在上面讲的口干舌燥 陈倩思绪却飘得很远 想着自己已经被老板包养 还坐在这么神圣的学校里听课 总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 如果同学们知道他为了钱 和老男人睡觉 真不知道会怎么骂他 下课后 陈倩逃逝的赶紧去了银行 给妈妈打了两万块钱 给母亲去了一个电话 妈 我在这儿过得很好 刚刚我给您打了两万块钱 平时您多吃点好的 别舍不得花 我现在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还领了学校的奖学金 一切都挺好的 小丽 你怎么突然有这么多钱啊 可不能做违法乱纪的事情 咱们再穷也要有骨气 我听说有些年轻人 为了钱还卖险卖肾 咱们可不能用身体去透支啊 听到没 电话那头母亲担心的问道 听到母亲的关心 陈倩忍不住委屈的哭了 抹着脸上的泪水 勉强扯出微笑 妈 您就别乱想了 就是这次的老板比较好 我提前预支了点钱 您好好照顾身体 我挂了 陈倩离开银行 正巧遇到了男友阿强 陈倩不愿面对 低着头想要离开 却被男友拽住 小丽 昨天给你打电话 你怎么都不接 你的室友说你昨天没回寝室 你去哪儿了 男友焦急地问 陈倩支支吾吾地说道 我 我昨天下班的晚 就去同事家里睡下了 阿强和陈倩谈了一年多 知道陈倩说谎就会接吧 不由地质问道 你明知道我昨天在等你 你这是什么态度 陈倩看着眼前这个戴着眼睛 闻至彬彬的男孩 又想到昨晚荒唐的一夜 男孩就像是月亮一样皎洁 而自己就是污泥 再也配不上这么好的他了 我们分手吧 陈倩说出了最绝情的话 我现在没时间谈恋爱 我要学习 要上班 要挣钱 实在是没有精力 在面对你的质问了 你还是找个家境好的人吧 我配不上你 说完 也不等男孩回答 哭着跑进女生宿舍了 接下来的几天 陈倩遇到阿强时 都会故意躲着 即使阿强死缠烂打 陈倩始终不回应 渐渐的 阿强也就放弃了 大概过了三天 陈倩收到一个快递 打开一看 是一套蕾丝装 陈倩羞红了脸四处张望 还好当时宿舍只有他一个人 不然脸可就丢大发了 陈倩正拿着快递不知所措 手机传来一个信息 是王老板的语音 今晚我来接你 穿着身出来 拿着这身布料 少得可怜的衣衫 陈倩躲进卫生间换上 大夏天的还穿了一件外套 确定看不到里面的蕾丝 才放心地下楼 一出校门就看到了那辆豪车 陈倩压低了冒烟 像做贼一样跑了过去 这次王老板坐在主驾驶 摇下车窗 穿了吗 陈倩一边回答 一边拉开外套拉链 穿了 王老板看着外表清纯的陈倩 里面竟是如此有料的样子 满意地点了点头 很好 算你听话 上车吧 陈倩感觉自己就像是毫无尊严的仆人 可她却不敢反驳 她只是一个被包养的情妇而已 没有拒绝的权利 车子启动 开往了很偏僻的方向 难道王老板不是带她去开房的吗 似乎看出了陈倩的疑问 王老板单手扶着方向盘 笑着说道 今天咱不去酒店 玩点不一样的 陈倩也不敢拒绝 乖巧地坐在副驾驶 也不知道在回应什么 干脆扭头看向了旁边的风景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车子停在了一处郊外 这里有溪水 还有大山 一阵微风吹来 还有青草的味道 这让陈倩心情稍微好了点 本以为这里这么偏僻 应该没人会过来 但一下车 还是看到了几个帐篷 还有男男女女的欢声笑语 看来这里很多人录影 陈倩也终于明白 王老板口中的刺激是什么了 难道他今天想要和自己在野外 还没等陈倩想太多 王老板就拉着陈倩 进了一个小树林 那里有很多用过的小雨伞 有的已经干涸 而有的明显是刚用过的 这让陈倩满脸尴尬 王老板一手勾起陈倩的下巴 调笑道 还满意吗 这可是我在网上搜到的野战圣地 陈倩并不觉得这里是什么圣地 他只觉得这里肮脏 邪恶 下贱 逗大的眼珠就这么冒了出来 哭得鼻子都红了 别他妈哭了 让你过来不是扫兴的 把外套脱了 让我看看 快点 陈倩哆哆嗦嗦嗦 想要解开自己的外套 可王老板却觉得他太磨叽了 直接把陈倩按在一棵树上 用力一扯 就让那套蕾丝装露了出来 此刻的陈倩就像是受惊的兔子 眼睛瞪得大大的 粉嫩的唇啊了一声 更加激起了王老板的兴致 天为背 地为床 这样原始的场景 让王老板兴趣很强 大概三个小时后 王老板才终于结束征程 放开了软得像面条一样的陈倩 此刻的陈倩就像案板上的鱼 大口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直接摊坐在了草地上 身上也是一片狼藉 把陈倩送回学校时 已经是凌晨了 宿舍早已关门 王老板拿出一万块钱 又给陈倩发了个 八千八百八十八的红包 让陈倩自己去开个房间 他今晚就不陪他了 临走时还不忘提醒 记得吃药 你也不想做手术伤身体吧 陈倩撇撇嘴 心想 吃紧急避孕药也伤身体啊 但陈倩只敢在心里质问 始终没有开口 王老板是典型地提了 裤子不认人 把陈倩扔在路边就驱车走了 为了省钱 陈倩坐了个公交 在学校附近开了个便宜的宾馆 又下楼买了避孕药 接下来的几天 陈倩收到了各种各样的快递 有时候是用品 有时候是衣服 陈倩好几次告诉王老板 不要往学校寄这种东西 要是被同学发现怎么办 王老板却大笑道 你不觉得这种偷偷摸摸的感觉 很刺激吗 要是被发现了 你就别上学了 直接来我公司上班 哥不会亏待你的 陈倩说 我还是希望靠自己的本事挣钱 不想走后门 王老板会心一笑 就知道你是最乖的 以前的女人只知道 不断地找我索取 而你是最单纯的一个 我真是太喜欢你了 你准备一下 今晚我来接你 陈倩又一次坐上了王老板的车 这一次是在马路边 王老板扔过来一套女婆装 暧昧地说道 换上 衣服的布料很少 但陈倩没有拒绝的权利 刚把衣服和丝袜穿好 王老板就开始对陈倩上下其手 王老板是个十足的变态 不仅场地劲爆 就连动作也是折磨 这也就是为什么陈倩和王老板见一次 要休息好几天的原因 王老板抽出自己的皮带 狠狠地抽在了陈倩身上 得到一声惨叫后 王老板更加兴奋 伴随着路上车辆来往的灯光 王老板又拉着陈倩下车 不 我不去外面 我害怕 陈倩哭着摇头 怕什么 这里很暗 看不清的 陈倩抵不过王老板的力气 跌跌撞撞地下了车 陈倩认命地闭上了眼睛 在答应做情妇的时候就应该知道 这钱不是那么好拿的 身体和心里的双重折磨 让陈倩苦不堪掩 她想起以前一天能拿三百块钱 她就很满足 那个时候她是点阁的公主 虽然在欢场 却还是纯洁的 如今收入翻倍 她却觉得自己活得很累 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 事后 王老板依然把她送在路口 临走时叮嘱她吃药 这次陈倩却说 我不想再继续了 我现在只想好好读书 不想再出卖肉体了 王老板先是一愣 然后鄙夷一笑 行啊 你觉得你现在钱够用了是吗 陈倩 你还会缺钱的 到时候再找我 可就不值这个家了 说完 王老板扬长而去 留下陈倩一人在寂静的马路上 看着空无一人的街道 陈倩觉得自己自由了 但她也很迷茫 未来自己该何去何从 平平淡淡地过了三个月 陈倩也渐渐忘记被包养的事情 可老家的一通电话却打破了宁静 不好了阿丽 你妈妈脑溢血 现在被送去医院 连话都说不出口了 你现在赶紧打钱过来 才能抓紧时间治疗啊 亲戚焦急地说道 陈倩听到这个消息瞬间慌了神 现在的她没有再去欢场 也没有再联系王老板 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她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钱 给母亲治病 这可怎么办呢 就在陈倩急得像热锅里的蚂蚁时 她突然想到了 王老板临走时说的话 你还会再来找我的 到时候可就不值这个家了 难道穷苦的她 真的无法逃脱被人包养的命运吗 陈倩万念俱灰 盯着王老板的电话 犹豫着要不要打过去 此时 前男友阿强焦急地跑了过来 家里出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跟我说 要不是你室友不小心听到了 我都不知道原来你家这么困难 我这儿有一万块钱 你先拿回去应急 剩下的我再想办法 阿强递过来一张银行卡 眼神很真诚 陈倩整个人都猛了 他万万没想到 原来阿强家境很好 如果当初他找阿强借钱 或许就不会有那么一段 不堪回首的回忆 这一切都怪自己年轻不懂事 因为眼前的迎头小力 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和肉体 而此时的他 已经配不上这么好的男孩了 只可惜 他明白得太晚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本期主播文辉 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的收听